下一位專員就準備了 到先來了嗎? 到先還沒有來 大家好,我是李氏公司班射網的提案 這是我們第二次來做提案 簡單講一下我們的目的就是 大概在去年的時候 就是在空域非常熱烈討論的時候 很多人就拿著機器 就是自己做一些機器來偵測空域 但是這些資料都沒有被妥善利用 很多人就是做著自己看 所以我們那時候目的就是要整個這些資料 讓大家能夠就是都看得到這些資料 而且能夠即時的去追蹤這些空域的議題 那這是我們第一版那時候實作的架構 那其實那時候還滿完整的 也用了好幾個月 那還上過科畢的聯書 那在空域這裡也是 算是要有明確 那接下來我們做了 有那個ESPER 新加熱光的人幫我們就是做了一些改良 而且有填了一些大坑 比如說 這樣 我這邊看不到 那 我們 academically看不到 那這就是我 現在是先到不能夠更多的 我是 我先去上馬 那就是我先去上馬 和吃去上馬 那我去上馬 那我去上馬 那你去上馬 那我也去上馬 所以看到我們有其中一個大坑就是鋒利線的視覺畫 總之現在這個大坑已經被解決了 所以這是一個蠻大的改革 基本其他的功能都差不多 只是有多一些新的東西 比如說有私底地圖可以去看各個特戰區域的狀況 可以一次螢幕瞭然看到很多特戰的狀況 那目前那個列出來 我們現在最多的特戰貢獻是A-Bus 就是那個時候台北市跟LAS一起呼籲出來的空氣合計 那接下來其實A-Bus後續也有陸續建了蠻多的特戰 他們後續不打算把資料給開放出來 這其實蠻令人挫折 就是從開放社群運喻出來的開運的商業模式 他們居然從接下來不打算把資料回規給開運設計 這挺蠻奇怪的 所以剛剛講了300多個200多個車站現在只能在他們自己的網站上看得到 那這個時候我們當初列出來三個目標 那其實大部分都做好 剩第二個排路資料 那其實排路資料都有 只是插在這個視覺化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有很多特戰 就是做了很多特戰 但是還沒有人可以幫忙顧戰架戰 那所以這也是我們需要尋求的人 所以主要就是三點就是視覺化有沒有人有建議 就歡迎來跟我們討論 那第二個就是專案上架的部分 就是G0V的打指定 點擊掉幣 我們不太確定要這麼上架 所以希望有人可以試點一下 最後就是這單是一個三點 好 那謝謝 那個想問一下 在場的朋友可以幫忙